在中国历史上,为了争夺皇位,兄弟相残的事情并不少见,有些人为了权力,不惜杀死自己的亲生兄弟,如唐太宗李世民,宋太祖赵匡印等,有些人为了忠义,不愿意与自己的亲生兄弟争斗,如刘备,孙权等,但是,在元朝时期,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,一个弟弟为了让自己的哥哥做皇帝,不惜夺取天下,却在哥哥接受后,又将他堵死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 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夺取天下,代兄称帝,公元1328年,太定皇帝驾崩,但是,本应继位的太子阿苏吉巴,却迟迟没有继位,此时,朝野群龙无首,民间议论纷纷,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局面,原来,是由于左丞相道拉沙长期独断专权,企图自己尚未做皇帝,为了一己之私,不惜牺牲国家安定,找各种各样的借口,推斥太子阿苏吉巴的, 这也给知书密院士烟铁木尔,提供了可乘之机,为了夺得天下,得到权利和富贵,他牟利当时被流放在外的元武宗长子,何世拉为帝,于是发动了大都政变,但是,当时由于何世拉远在国外,即使立刻出发,快马加鞭,也要一年的时间,才可以到达京城,所以,为了大局考虑,先立何世拉的弟弟 图贴木尔为帝,当时,当上皇帝的图贴木尔对外宣称,自己只是代替哥哥做皇帝,帮助哥哥保留皇帝之位,等哥哥何世拉从国外回来后,一定会把皇位再还给他,何世拉文之大喜,图贴木尔称帝,到拉沙坐不住了,连忙拥立太子阿苏吉巴为帝,此时的元朝,形成了两位皇帝并存的尴尬局面,于是,到拉沙赶忙集结大军,围攻图贴木尔一方,这就是著名的两都之战。 一开始,图贴木尔和烟铁木尔一方处于弱势,被打得落花流水,但是,烟铁木尔很快就调整了作战节奏,沉着镇定,运筹帷幄,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敌人,士气大增,烟铁木尔很快就扭转了战局,并取得了胜利,到拉沙狼被投降,后被杀害,阿苏吉巴也仓皇出逃,不知去向。 烟铁木尔在两都之战中大获全胜,为图贴木尔夺得了天下,公元1328年10月16日,图贴木尔即位,妙好文宗,对外宣称,代替哥哥和是辣行使皇权,和是辣的返京之路一样。 听闻烟铁木尔等人大获全胜,夺取天下一世后,和是辣十分欣喜,觉得自己马上就可以登上梦寐以求的皇位了,便立马启程回国,欣然踏上了遥远的返京之路。 但是,和是辣却低估了弟弟图贴木尔的勃勃野心,自己认为将会重演父亲元武宗在皇帝肃清宫中大小之事后,从漠北返回成功即位的事情,却忽视了自己的军事硬实力,当时的元武宗之所以能顺利即位,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北部总兵统帅的身份,在元武宗南返时,他身边带了三万精兵相护。 但是,和是辣并没有控制强大的军队,只有贴身侍卫一千八百人相护,和是辣在反京途中并没有过硬的军事实力,手上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,但是,他却不以为意,任情举措,这也是他招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,公元一千三百二十九年正月还没有到达京城的和是辣,在没有告知弟弟图贴木尔的情况下,和在场的大臣们合议后,便迫不及待地在和林之北即位皇帝成为元民宗, 罪翁之意不在酒,得知没有告诉自己这个在位皇帝就自己即位后,图贴木尔心里自然是十分不爽。 加上他现在很沉迷于皇帝高高在上的感觉,已经不想把皇位让出去了,所以,即使迎接和是辣的首批使臣离开大都,图贴木尔还是下令为自己的元妃造皇后的预测,预保,并将命皇后仪式昭告南娇。 太妙,在大明殿举行册封皇后的仪式,当时有人反对这一做法,认为这与之前的招式相违背。 有损形象,图贴木尔不仅没有听信,反而还表扬此人直白并奖励他许多金币,与此同时,册封皇后仪式仍继续进行,但是,之前已经将承诺昭告天下,如今企图变卦。 图贴木尔和燕铁墨一军一臣,心里十分纠结,于是,同年四月,便带着玉玺去迎接和是辣,醉翁之意不再久,实际上是想试探和是辣对于此事的态度。 和是辣面对图贴木尔和燕铁墨,虽然宣称要保留弟弟所用的大臣,但还是削去了燕铁墨手里的大部分兵权,没有恢复他之书秘院士一职,并把他身边的亲信全部撤掉,换成了自己的心腹。 更为狂妄的是,本应是皇太帝的徒弟铁墨尔,竟被封为了皇太子,由弟弟变成了儿子,徒贴木尔心里更是不爽了。 于是便和燕铁墨暗中策划阻止和是辣进京一事,重新做皇帝,徒贴木尔在兄弟重逢的喜悦表象下,实际上是心机深沉,他在和是辣面前表现出恭敬和亲敬, 但实际上,他已经在暗中筹划如何最终剥夺哥哥的权利,他不断地在和是辣和朝臣之间制造隔阂,试图削弱哥哥的影响力。 和是辣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,但他对弟弟的信任和自己的理想主义,使他在行动上显得过于犹豫和软弱。 他试图通过与朝中忠诚的大臣沟通,希望能够稳定局势,但这些努力往往被图贴木尔及时破坏,在这场兄弟间的权力斗争中,和是辣的死亡成为了一个转折点,虽然表面上看似意外,但实际上是图贴木尔与燕铁墨精心策划的结果。 和是辣的去世震惊了整个朝廷,也使图贴木尔得以彻底掌握皇位。 图贴木尔在哥哥去世后,表面上表现出极大的悲痛,但实际上却在心中暗自庆幸,他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了自己的权力,开始了对朝政的全面掌控,他清除了所有对他有威胁的力量,包括那些忠于和是辣的大臣,确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。 然而,和是辣的死并没有给图贴木尔带来长久的安宁,他的统治虽然强硬,但也充满了不安和猜疑。 在一次朝会上,图贴木尔对施群臣冷冷地说,朕现在是大韩国的唯一统治者,朕的决定就是国家的决定。 一位老臣低声对另一位臣子说,自从和是辣死后,图贴木尔就变了,他现在完全是一个独裁者。 没错,他对权力的渴望已经完全控制了他的心智,他已经不是我们曾经认识的那个图贴木尔了。 另一位臣子回应道,图贴木尔开始重组朝廷,削弱贵族和大臣们的权力,加强自己的直接控制,他不再信任任何人,甚至连最忠诚的臣子也被他疏远。 他的统治方式日以严苛,任何对他权威的质疑都被视为背叛,在皇宫的深宫中,图贴木尔越来越孤独,他坐在华丽的宝座上望着前来朝拜的群臣,心中却感到一种深深的空虚和寂寞。 他开始意识到,权力的高峰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满足和快乐,反而是无尽的孤独和不安,朕究竟为了什么而战斗?图贴木尔在一个寂静的夜晚独自沉思。 难道这就是权力的代价吗? 在权力的巅峰,图贴木尔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痛苦,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,对于何事辣的死,他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疑惑和不安。 他意识到,即使他掌握了所有的权力,也无法逃避那些无法解答的问题和内心的煎熬,图贴木尔的统治方式引起了朝廷内外的不满和恐惧。 许多忠诚的臣子开始暗中商议,试图找到解决这种局面的办法,他们担心,如果图贴木尔继续这样统治下去,大韩国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。 图贴木尔的权力虽然稳固,但他的心灵却越来越脆弱,图贴木尔的野心和背叛,以及何事辣的单纯和无力,共同织救了一幅权力斗争的沉重画卷。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,即使是血脉相连的亲情,在权力的试今时前,也可能变得脆弱无力,兄弟之间的信任与情感,被权力的欲望所吞噬,最终只留下深深的遗憾和后悔。 感谢观看